各位同学大家好,这里是有ITIN.com为大家提供的NOTGS系列教程,我是朱家老师,大地,那这一讲的话,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CMS内容管理系统的框架搭建,那在上一讲的话,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了什么呢,讲解了我们这个,呃,讲解了这个目录的一个搭建,目录的搭建,以及我们这个路由的一个配置,以及,呃,以及我们实现了什么呢, 实现了这个后台管理系统这个登录的一个页面,啊,包括我们最后还给大家配置了我们这样一个,呃,绝局的一个变量,啊,那这样的一个绝局变量,我们可以在其他摩摆里边都可以使用,这就是我们上一讲的,那这一讲的话,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其他页面的一个,呃,血染,以及我们这个摩摆的一个风铃啊,摩摆的风铃,那时候,这个login整好了,整好以后呢,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啊,继续的话,这里边还有user,下面有list,有add,那时候我们就找到, anemy下边user,user里边在这,啊,那就是相当于我们要血染,我们这个user下边list,那就是通过,叫awawait,然后这里边来个context.r, render, render到我们这个admy下边的user,下边的水呢,叫list,啊,list,然后这里边呢,我们看一下,它这里边到底会怎么样啊,当然这里边我们把这个add也给大家加上去啊,add也加上去,我们先看一下啊, 运行一下,运行以后,大家应该能猜到啊,这个anemy下边的user,它是不是又没有样式了,对不对啊,又没有样式了,因为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,然后这里边引入的这个东西,啊,引入这个东西,它这个路径是不对,对吧,路径不对,啊,那大家回头会发现,就是我们这个啊,这个页面里边,啊,这个页面,到这个摩摆网下的啊, 这个页面里边的这个css,和其他的一些摩摆里边的css,基本是不是都是一样的,啊,基本都是一样的,就是头部的话,大家基本都是一样的,啊,这个应该知道啊,就是,所有的头都是一样的,比如这,你在这个增加的时候,它头和左侧是这些,然后你在列表的时候,头和左侧还是这些,所以我们接下来,我们想的是,要对这个头进行一个分离啊,我们首先把它分离出去,然后一会儿再说, 怎么去做我们这个操作啊,在这里边,它还引入,就在这里边,它引入了,接入什么IE7的这种鞋法,如果你不想接入IE7,你把它给去掉,对吧,去掉,包括IE8,那我们不接入它,呃,IE8,那后台关系系统可以不接入它,那就把它去掉,对吧,都去掉,啊,然后这里边还有IE9,那那加上去也行,啊,加上去也行,加上去,加上吧,啊,OK,就这样,就待会儿的话,我们想对这个头部进行分离,并且这里边的这个地址是比较变加,对吧,那怎么分离呢,分离的话,我们就在这儿,我们新建, 这个叫public,public,public里边,相对enemy,啊,后台vill,这叫模板,vill里边有个public,public里边,我们新建一个叫hander,啊,hander叫atmel,那接下来我们就,首先这样啊,你仔细看了,我首先把这个,我们先把这个全部都关闭,啊,别的乱了,我首先把这里边这个头,全部分离出去,把它,分离出去,分离到哪,分离到这个头这,啊,把这个头, 啊,头全部分离出去,分离到我们这儿,放到这儿,放到这儿以后,那接下来我们在哪儿呢,我们在在这个类似里边,把这个头引入,那怎么引入这个模板呢,我们一起学过,是通过ion,clut, include,对吧,include,然后这里边引入,引入的时候,我们先试一下啊,我们这里边和一些路径还不一样,我们想是不是叫,叫什么呢,叫,点个public,对吧,其实不能这样写,我们应该写成水呢,写成我们对的路径,叫adme,啊,一定要注意, 虽然它俩是点盖的关系,但我们引入的时候,你就引入adme下边的水呢,下边的这个,public下边的这个,啊,hander,掉,哎,提名,我们看这样能不能引入啊,就得这样引入,要注意这个写法啊,这边多了括号,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,后台管理系统,再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页面,就在这啊,我们看这个头有没有,如果有的话,那就说明,啊,引入正确,如果没有,表示我们这个报错了啊,报错里边告诉我什么呢, 告诉这里边,啊,没法解析我们这种语法,没法解析,那我们快写错,啊,这里边,哪写错了,这写错了啊,include,啊,写错了,然后再重新来一下,仔细看啊,走,OK,啊,能,能夹得出来,对吧,能夹得出来,说明没问题,没问题以后,这个头就分离出去,头分离出去以后,然后接下来就好做了啊,现在我们在这儿把所有的这个地址都改一下,然后改成什么呢,改成我们那个确局,还记得我们在, 哪呢,在我们这个enemy里边,仔细看,在这儿是吧,配置了个确局的host,当然这个是变量啊,你回头随便写,写个XXX也行,对吧,这叫一个host的确局的一个变量,啊,配置完成以后,那么我们这个变量就可以卸到我们所有的模板里边,所以你在这儿用也行,对吧,杠杠,然后这里边加上一个斜杠,那叫enemy下边的啊,enemy,由于我们这边配置了个叫静态的一个,啊,静态托管,也可以说静态web服务, 然后这边要找到,就是默认,我们要找到谁呢,找到这个public下边的enemy,下边的对应这个css啊,这叫资源文件,同理这边也改一下,也改一下啊,然后这时候,我们再运行一下,然后再看一下啊,然后这里边刷新一下,OK,啊,我们这个后台管理出来了,出来了,乱了,对吧,乱了,什么找不着呢,我们看啊, 他这边告诉我们,你看,下边的什么找不着,这个botschop css,还有下边的gs找不着,对吧,gs找不着,就是这个上边可以了,但是下边还有一些东西找不着,那下边是谁呢,下边就是我们这个 inlist里边啊,list里边往下拉,啊,往下拉,往下拉以后,这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一些东西,对吧,在这儿,那这里边的话,他这个其实又找不着,对吧,那我就再把这块再缝离出去,就这块啊,这块啊,中间这块,然后下面这块鞋不缝离了啊,我就把中间这块改成一个叫footer, 啊,footer,那就在这儿,我们写一个叫,fotr,footer,叫一个htm,啊,这个我们在前边给点讲过,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上啊,分离出去一会儿,然后这里边同理,我们也是引入这个对应的模板,那就在这儿,引入叫in,incrud,include,别写错了啊,这里边,一定要注意这个路径,叫admy,admy,下边的谁呢,admy,下边的这个, public,下边的这个,footer.html,啊,ok,那这样,是不是好像又搞定了,对吧,又搞定了,搞定以后呢,我们再运行一下,给大家看下效果啊,到这里边搞定以后,那些不运行啊,先别着急,我们把这边的这个,是不是也改过来,对吧,也改过来,那就是仿照我们,这里边,我们叫, 好,刚刚host,下边的这个谁呢,下边这个admy,下边的啊,要注意这个路径,全部改过来,改过来,改,改,ok,改完以后,我们再运行一下,给大家看效果啊,走,啊,还是有问题,还有问题,我们看哪里有问题,这边告诉我们bosschop,没有找找,对吧,bosschop,还有这个,一个css,也没找找,那个它还是这个assets,那我们看这边哪里错了啊,找一下,啊,没有,没有的话,我们再看这个,呃,头部,头部里边有没有, 是不是我们忘记哪改的啊,上边忘记给他加这个host,对不对,然后把它也给加上去,这里边改成一个叫admy啊,注意,别改错了,ok,然后把这个字体去掉啊,这个用不着啊,用不着,然后这里边就搞定了啊,这边就搞定了,到这里边cs就是,我们找到人家这个模板以后,人家引入一些东西,当时我们也这里边也删掉一些东西啊,你就按照人家这个,把它引入,那时候就搞定了啊,搞定了啊, 我们主要实现这里边要逻辑,先ok,没问题啊,没问题,可以实现啊,很好啊,但这里边这个图,这个这个图标是不是也找不到,这个图标啊,图标它在哪呢,在我们这个,呃,在我们这个,呃,index里边有,那待会儿在这个,在这个哪呢,在我们这个,add里边,add里边是不是也有,对吧,所以今天呢,我们还有分了一个东西啊,大家仔细看啊,我再把这个全部关了啊,就这边我们这个list里边,还有个东西是一样的,什么一样呢,我们网上拉啊,这里边 这边有个nav是一样的,也就是这里边,手写上边这块一样的,左侧这块也一样的,我们写一块块锋离啊,你看,我首先把这个,最上边这块锋离出去,就这块对吧,这块啊,这块我们先把它拿出去,那在这儿public写个什么呢,为啥要锋离呢,因为锋离出去,我们回头改的时候好改啊,免得你回头,你有一百个页面,你要改一个,比如说我一百个页面,我就要改一下这个字,对吧,那你这一百个页面都要改,如果锋离出去,我只要改一处是不是就行了啊,我们这里边叫一个,比如叫, nv,nv-top啊,top,ok,把它这个拿过来,拿过来,拿过来以后,同里这里边也是一样的,把这个放到这儿,然后引入我们这个nv-top啊,引入nv-top,ok,搞定,搞定以后再继续,这里边还有左侧,左侧是谁呢,是他,我为啥知道呢,因为我描过啊,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拿出去,只要左侧啊,左侧,左侧的导航 啊,那这我们再来一个,比如叫,呃,nav-left啊,走,然后把它放到这儿,啊,放到这儿以后,然后接下来这里边左侧的行,那我也是把左侧的行拿过来,然后叫nav什么呢,left啊,那现在就把一些功能功能分离出去啊,但是这个页面还是一样的,一引入以后是吧,还是一样的,ok,这就搞定了啊,没问题,没问题以后呢,接下来你为啥分离呢,你看分离出去有啥好处,你看啊,我们接下来要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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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路径,对吧,比如待会的话,我们这个,呃,管理员列表,我们就跳的不是这儿了,我们要跳到谁呢,跳到我们这个,杠杠,啊,o,t,root,下边的这个,叫anemy,下边的我们这个,user,对不对,是不是叫管理员列表,那接下来这儿要跳到谁呢,跳到这个,杠杠,root,anemy,下边的这个水呢,叫user,下边的add,啊,杠杠,root,下的一个什么呢,就是我们前边这个,这个地址啊,下的一个绝对路径啊,绝对路径,就这个意思,是要增加管理员, 那就是我们看一下啊,走一下,啊,刷一下,没问题,然后点列表,列表,点增加,啊,增加,增加,增加,你发现是不是还没有钥匙呢,对吧,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对谁呢,再对增加,然后进行处理,那增加就解答了,我们头部已经分离出现的增加,我们就找到它,找到它以后,首先把头干什么呢,盖掉,对吧,头,到我们这个玻璃这儿,盖掉,盖掉以后,把我们list里边这个头引入,也就是爬达引入,对吧,把它引入,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list里边这个,啊,nv top,这也是, 这一样呢,那就在这儿,nv,在这儿,把它替换过来,nv top,同理,再把谁替换过来呢,把我们这里边的左侧,啊,左侧,左侧,他这个叫,谁呢,叫,slide,啊,把这个替换一下,替换完这个以后,这里边还应该有谁,是怕有个底部,对不对啊,底部,那我们也是把底部再拿过来,把我们这里边一放,当然,我们这个底部的话,可能有些不一样,我们先放过来再说,啊,底部,那就是从哪儿开始, 从这个开始,啊,从这开始挖过来放,啊,到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憋气,是不是呢,我们先放到这儿,啊,回头再再说吧,憋气,憋气是哪个呢,憋气,我看一下啊,下面这几个应该是憋气,所以我就把上面这个鞋替换掉,啊,替换掉,啊,OK,那这时候好像又搞定了,对吧,这个也去掉,这就憋气,憋气的话,我们,呃,我们先放到这儿,憋气,那这里边我改一下吧,憋气, 回头我们可能用不到,或者我把这个憋气先删掉,啊,憋气先删掉,啊,把这个代码都删掉,先不用憋气,回头我们再说,啊,OK,那这时候就又好像干什么了,是不是又搞定了,啊,搞定了,搞定以后,那我们这时候再运行一下,看这样,OK不OK,啊,OK不OK,然后刷一下,ADD,啊,OK的,没毛病,但是这里边怎么这么高呢,对不对,内容详细是这么个东西,然后点击,关于,关于,关于列表,列表,点击增加,增加,但这里边好像有,有这么个bug,对吧, 有bug的话,那我把原来的这个什么呢,原来的这个地方拿过来,啊,就这里边原来的,啊,这里边其实稍等,啊,点错了,我们拿过来,拿过来,把它改一下,就是这儿有这么个东西,把它复制过来,啊,复制过来,行,那我们就把它放到哪了,当然我们自定义的,我们自定义的,我们自定义的样式,呢,我们会都再放到一个,呃,比如说我anemy下边就有个,就有个css,css的东西比较多,那我就在这个css里边再写个叫,呃,basic,啊,叫,basic,掉css, 那是这儿,我把这个放进来,放进来以后呢,我们这个basic.css,我就在绝局,绝局哪呢,在我们绝局的这个,是呢,啊,我们看哪叫绝局,是不是叫hander叫绝局啊,在这儿,我们引入这个basic.css,啊,就在最下边这儿吧,最下边,引入我们的这个对应的一个叫basic.css,啊,就这个css,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这个basic,啊,意思就是让它这高度给它设置一下,然后再运行一下,看一下, 效果啊,走一下,看有没有搞定,ok,搞定啊,搞定,啊,这就是我们这个就搞定了,搞定以后,然后这里边还有个小问题,什么问题呢,我按一下我们这个fss,你发现这个头像是不是写是不出来啊,那头像的话,那这时候你就好改了,我们所有的页面都用的是一个模板,对不对,所以你这时候头像找谁呢,头像是不是找我们这个叫,呃,nav top,对不对啊,是不是找到我们anemy下边的,注意啊,找试图,试图anemy,anemy下边的public,public下边的nav top, 然后搜,搜一下在这,搜一下在这,那他要加载谁呢,是不是要加载我们,杠杠,啊,root,然后这里边来一个杠杠,下边的谁呢,下边的,叫anemy吧,是不是叫anemy,下边对应那个图片,对吧,ok,搞定,搞定以后,再保存,再运行一下,走,啊,出来了啊,没问题,这这样的话,我们这个后台管理系统一个架构有,大家完成了啊,大家完成了,然后管理,管理,管理约列表,然后增加管理约,啊,增加管理约, 然后这里边还有登录啊,登录,登录,行,没毛病啊,那这样我们这个,呃,漂亮的一个后台基本就出来了,对吧,出来以后呢,再接下来的话,我们就要实现这里边的功能了啊,也就是我们默认情况下,这个后台你是没法进入的,对吧,我们要怎么进入呢,你要登录以后才能进入,啊,登录以后进入,包括我们后台还有什么增删改查,对吧,包括这里边还有用户信息,对吧,啊,包括这里边还有什么业证吗,啊,那这个的话,我们在, 向讲和后边的课程再继续给大家讲啊,那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,啊,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,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模板的一个分离,大家回头,呃,回头也列一下啊,这个说起来简单啊,然后其实也有点难度啊,你回头要注意看怎么把它分离出去,就是我们公共的功能一分离,那我们回头用起来,我们公共的功能,你只要改公共的,那这样是不是就行了啊,啊,就这个意思啊,那这一讲的话,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,